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报告大会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接下来我们是进行第二轮的发言 谢谢大家 陪我们很辛苦的 一直忙到下午了 我们现在继续请教各位学者专家的意见 正反意见 我们都会仔细的做会议记录 提供给委员申法案做参考 那我们现在先请台湾经济研究院 洪德生院长发言 谢谢主席各位委员 各位贵宾 大家午安 那我非常珍惜这第二次的机会 那刚刚有专家也提到过说 台电是一个独占的电业 没有竞争 所以好像说他可以怎么样的做就怎么做 但是在这个有一个PUC的管制下 其实那个电价是有这个PUC 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 建过一串的手续 等一下我会讲 决定下来的 当PUC在决定 每一项成本项目是不是合理不合理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个基本研究被要求的 就是说他必须要假定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下 所看到的这个电业的 它的成本是最有效率之下的成本 所以是有那样的一个requirement在背后的 所以PUC在决定各项成本的合理的成本的时候 它是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的 因此他决定之后的总成本 就是要符合竞争环境下的成本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则 那首先我在讲说 那么这个PUC的最重要的一项项目 其实有很多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电价的决定 那么电价的决定呢 通常是这个电力公司呢 它要求加价 它就file一个petition 它就提出一个要求 一个议案 那么公告之后呢 那么所有的 所服务的范围内呢 所有的各公司部门呢 只要他有意见 他就可以file petition 他也可以把它建议書 送到commission那边来 那么之后呢 那么commission呢 就会召开一系列的会议 中间第一个是公厅会 公厅会就是请各界大众呢 相关的人员来提供他的意见 但是并不列入记录 所以提供意见 那么之后呢 再开着这个evidential hearing 就是听证会 那么听证会呢 这就是一个法律的一个程序 就是在听证会上面 所讲的每一句话呢 都会被记录下来的 OK 所以在听证会上面呢 那么电力公司 它就首先必须发言 它就必须报告 我为什么要加 加这些 哪个成本增加多少 哪个什么 你又讲出来 那讲完之后呢 那么在场 就有很多其他的petition 其他提案者 他们有他们律师专家呢 就提问题 问电力公司说 你这一项 这个成本不合理 那么成本的项目 当然很多啦 包括比如燃料啦 构电的支出啦 利息折旧 用人会啊 等等等 所以每一项都必须要 要被问 被执行 那你就 电力公司 它就必须要defend 就必须要答复 答复 如果对方还不满意的话 就继续问 继续打 继续问 继续打 最后呢 达到了 就是说 没有再 再问题了 那么那就是最后的答案 所以呢这样 一项一项的成本 经过这样的程序呢 那么希望呢 所决定的成本的 这个水准的 成本的数字呢 应该不会太离谱 才对啦 那么除了这些成本之外 还有一项很重要 就是投资报酬率 那么投资报酬率呢 是 刚刚我又讲过了 成本是要比较 假设是在 竞争市场下的水准 才会被接受的 那投资报酬率也是 根据当时的 这个 比如说 金融状况 以及 这个电业本身的 营运的风险 这些情况呢 那么来决定出来 它的投资报酬率 那么方法当然有很多种 但是呢 决定出来投资报酬率呢 基本上一个原则就是说 我一个投资者 我把一块钱 投在你台电身上呢 你要给我的报酬呢 至少要等于我 把它投在 相当的 风险程度的 还有吗 还一分钟而有 OK OK 所以呢 这也就是说呢 就相当程度风险的 报酬率 所以呢 投资报酬率 其实是 每天 每小时 都在变动 因为金融市场 是在变动的 风险也是在变动的 这样决定出来以后呢 成本加投资报酬率 那总成本 那么再比起说 打受电 那决定出来 平均的受电 然后再加上 这个restructure 不同的部门 工业的部门 或者民间的部门 等等等等 那决定出来的 这个 价格的结构 这样子一个 那么 这样决定出来的 合理化的电价 我不用合理电价 因为合理电价 四个字呢 你有你的解读 他有他的解读 但是电价 反映合理的成本 那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那决定出来以后呢 他呢 这个政府的单位 如果还有些 政策的目的 政策的原因呢 他要再做调整 是可以的 所以并不是说 PUC决定的电价 是最最最最终 那政府机构呢 还是可以有不同理由 比如说 未来有 再生人员提供的 再生人员的 或者说 未来要 节能的目的 等等 那 这样子一个 一个电价 它里面 有让码员 能够 赚到他 合理投資報酬的誘因 因此 這個電價會給企業 它有一個企業化 經營的誘因 這個也是我們目前 台灣很多一般民眾 談到電價的時候 一個非常懷疑的說 你台電 你營運是不是 是不是有效率 或者是沒有效率 但是你就這麼加加加 我們就這麼照顧 所以我們就要有一個機制來說 這樣的電價 其實是合理的電價 因為這樣 電力公司 它在這個電價 在這個投資報酬之上 如果它營運得更好 賺得更多 這個電力公司是可以 保有多出來的營運 那麼這樣的話 它可以給它員工 有更高的獎金 或者它可以投資更多的設備 所以這樣的一個機制 其實是可以給電力公司 它有一個企業化經營的 動機在那裡 動力在那裡 所以我們政府機關 或者民眾 平常非常擔心說 你台電只賺錢 賺錢以後 根本什麼事情都不做 這樣的話呢 是不是時間都沒有辦法了 OK 再一分鐘好吧 OK 不好意思 那麼 所以呢 對於一個PUC 它遲掉了 除掉說 訂定 投那個合理電價之外 那麼它也必須要 確保說 在那個範圍內 所管制的範圍內 那麼所有的能源的服務呢 都是可靠的 並且呢 並是一個安全的方式 以及最有效的方式 去提供出來 並且呢 這個 也考慮到說 不同 不同 部門 社會的不同單位呢 它的 興趣 它的利益 interest 是不同的 所以呢 這個PUC 它就必須要能夠 同時考慮到 各個不同層面的 這種利益 或者的興趣 那麼 這樣子 而且呢 Commission 還有一個義務 就是 它必須要 鼓勵 這個能源 節約能源 並且呢 能夠implement 這個州政府的 這個能源的政策 好 那真的是 沒有辦法再 再演的嘛 OK 好 以上是簡單 感謝各位 好 謝謝 洪院長 其實主席 沒有要限制時間 但是主要是 因為後面的 發言的 學者專家 不好意思 這個 沒有一個 時間性 但是 如果說 我們兩輪 結束了 大家還 意猶未盡 我們還是很歡迎 好 很歡迎第三輪 發言 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 我們請 高明志 教授 發言 大家好 午安 然後 其實我今天 我主要是 針對 這個 今天的 那個 公聽會 的 那個 討論題 剛剛的 第六 下面的 那六個點 然後 發表一下 自己的 潛見 這樣子 讀不出來 然後首先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討論題 剛剛上面的第一點 其實提到就是說 我們到底今天在推動 這個 修法的時候 到底 特別是要推動 綠能 到底是再生能源 還是電業法優先 然後其實針對這個問題 其實我向來也都有 表示我的立場 其實我覺得說 跟綠能推動最相關的 最直接的 其實是所謂的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這樣 所以應該要優先 修改這個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然後第二點 其實涉及 備用農業義務 這個蠻爭議的問題 然後其實 這個問題 其實大概在 相關的電業法草案 其實一提出來的時候 其實 我就有蠻大的疑慮 然後其實 我們最近 其實有跟 外國的一些 朋友們 其實有討論到 這個主題 然後其實才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目前 其實我們台灣的制度 其實算是 還蠻特別的 其實我們台灣的制度 就其實 世界各國 其實主要的 備用農業義務 其實都是 統在自由市場 其實都是統一由 TSO來負責 做採購的工作 然後當然說 最後無論如何 還是會有市場参与者 去分談 然後這市場参与者 可能包括 受電業 或各種的業者 可是這種比較像 是一種集中式的模式 可是我們 台灣採取的是 是一個比較少見的 是有收電業負擔 然後一般 一般外國的一些文獻 是把它稱作 是一種分散式的模式 然後分散式的模式 其實它的好 它其實 它的缺點 其實多於優點 所以就變成說 目前其實 只有少數國家所採納 然後其中 第一個採納就是法國 然後台灣 假如說我們這部電業法 過了就變成說 即將是第二個 然後下一個即將的 可能聽說是墨西哥 所以難道 我們要跟 這些國家在一起 然後我們要走一個 自己很特殊的制度嗎 然後這個也是 其實我今天 一開始一直跟各位講的 就是 我們常常 瞎著摸相 然後就摸到 好像有這個東西 然後就把它弄進來了 然後可是實際上 你會發現說 可是我們其他的部分 假如採的又是別的國家 然後這個磨合當中 到底會不會產生一些問題 其實是有一些思考空間的 然後我只是找到 這個大家 可能很疑惑的根源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想說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其實我也找了好幾個月 知道嗎 然後其實 那至於說 網售合一的 這個公用售電業的問題 其實我是一直覺得說 網售還是要切開啦 對 特別是網 一定要跟售切開 那這個其實我們未來 是切割模式的一些問題 然後至於第四題 是涉及說 能源局在跟電價審議委員會 跟電業管制機關之間分工的問題 然後其實 你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洪老師其實剛剛也有提到 蠻多的那個外國的PUC的一些 電價審議的制度 然後其實我們也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在外國的這個PUC 公共收入電 那個獨立管制機關 其實所做的 其實就是費率的審議 然後 所以就變成說 像我們台灣的一些NCC等等 這些其實也都希望能夠符合外國的這些設計的原理原則 所以就變成說 一些組織法要求的一些可能外部 委外的一些學者專家 然後這個情況下面 其實就變成說 他的責任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會覺得非常的詭異這樣 所以是不是說我們要回到說 像我們台灣其實像 NCC的這些極致 其實就像說 就讓電業管制機關本身就擁有價格權就好 然後我們不需要再 成立很多外掛的委員會 這是我的一些前見 然後第五點 其實我不知道說 為什麼他會放在討論題剛內 不過今天 竟然我在這邊了 我也順便來提一下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涉及說 最近 我們在離岸風梯推動上面 其實常常遇到蠻多的爭議 其中有一塊很大的爭議 就是漁業補償的爭議 所以就變成說 今天 大家有看到說有一份這個 所謂的書面說明的部分 其實就在提到這個部分 然後所以我也簡單做一個回應 因為既然農委會都提了 都砍了一些樹了 所以我就還是來回憶一下 然後其實我的觀點其實認為說 很多人其實都會認為說 我們把這個漁業補償的標準化 其實是會對於 這個再生的綠能發展是好的 因為它提供了某種投資安定性 可是我自己的疑慮是說 因為這個漁業補償基準 你們假如有簡單的看了一下 你們就會發現到 當然說你在漁業權區內 或許漁民有一些權益 可是在這個法裡面 在這個補償基準裡面 甚至擴張到漁業權區外的一個權力 那假如說這種漁民的權益 假如說無限上綱的結果 或許對漁民的權益保障更加周遠 可是對於離岸風機發展的業者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不夠的 甚至我會覺得說這個補償基準 其實它可能都 它的法律授權基準 憑什麼來的 因為其實它會干涉到業者 今天你假如我是一個業者 我明明就可以坦住一個比較好的價錢 可是你逼我要付比較高的價錢 去給那些漁民 那這個其實會有 我自己認為會有一些違憲的疑慮 甚至漁業權區外也要補償 那未來是不是說 假如說這個模式一開展出來 其實是很可怕的 未來我們所有的電力建設 所有的這種可能類似說 限下補償等等 這些全部都會有漫天開價的情況 那其實會對於未來的能源轉型 會更加不利 然後最後一點其實就是 電力排放係數跟溫減法的關係 大概30秒簡單就可以結束 然後其實涉及說其實減碳 我一直認為說是溫管法 或環評法或空污法的事情 然後減碳其實也是環保署主管的事情 可是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電業法 所以就變成說到底電業法的電力排放係數 放在這邊到底適不適合 我是抱持著 我是拋出一個問題 然後希望說大家假如說 有機會可以多加思考這個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高教授 我們為了要防範或者是要阻卻IUU 我們有檢傳的措施的時候 那個檢傳的收購補償是政府出錢 那國家重大政策所造成的漁業受阻 或者是整個漁業要消滅 其實是國家的責任 但是在離岸風電它變成是業者的責任 所以這個問題會出現在這裡 其實那個是國家重大的政策 我要發展離岸風電的時候漁場會消失 漁場會消失 漁業就會滅絕 漁業滅絕的時候 你漁權你就要補償 那那個漁權的補償是國家重大政策的時候 過去有國家重大政策的時候 很多領域都是國家出錢 但是在這個領域是業者出錢 那你要嘛就是犧牲業者投資的意願 要嘛就是犧牲漁民的權益保障 所以漁權區外要補償 是因為它是漁場消失漁業滅絕 所以才會擴大到那裡你也要補償 但是那個又是業者分擔不起的 所以這個是現在你們經濟部跟農委會 彼此之間一直在漁業預算 只有50億的情況之下 根本政府做不到這件事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尷尬在那裡 這一點因為是我們今天的題外部分 我才敢說 要不然我是不能干預大家的發言的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王精明教授發言 好 我上一輪講的那個沒有夠位 今天再來加點料 我說電業法改革要給年輕人一個夢想 一個創新 你今天如果不讓市場競爭機日進來 年輕人他沒有辦法看到明天 我們如果還是停留在不管是單一買方 或者是按照現在的修法是代數制度的話 都看不到明天 創新不會出來 因為市場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市場是要靠你精心設計高難度的工程 很複雜 很專業的 好 看下一頁 我們希望的是 至少要有一個批發競爭市場 更希望有一個有批發還有下面一頁的零售競爭市場 看下一個 下一頁 好 我們大家看這個批發市場 有這麼多的市場在國外 OECD全部的國家除了美國有一半以外 就是美國是OECD排名最後一名了 其他的國家全部都完全批發競爭 跟零售競爭全部都自由化了 只有美國做了一半 那批發競爭完全自由化的情況之下 大家看那個綠的 綠的是所有的電業自由化國家一定要有的批發 批發的市場 大的市場 那個紅的是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喜愛 那個喜好 按照國情 你可以有 可以沒有 為什麼要有這些市場呢 就是因為電力 電力它跟一般商品不同啊 它要及時平衡 它不能儲存 所以電力調度中心很重要 電力的調度 台電的調度處 它不是說等到電 你們需求供給 什麼持共代書 輪購的合約都丟過我 我才能調度 不是的 他們要在24小時以前就要預調度 預先安排調度的計劃 那到了當天的時候 會有任何的外部干擾因素 那我們還有所謂的日前 還有日內跟實施市場 來調節你那些所謂代數之共 跟頓售合約的部位 所以現貨市場 現貨市場它是調度中心 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調度的工具 沒有這個市場它無法調度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那個數電處 它建立這個期貨的短期的市場 跟長期的市場來弥平它的合約 除了這個合約可以部位 可以調整以外 另外就是價格發現的機制 我請問你簽這些長約 PPA的長約 你沒有一個現貨市場揭露價格 你簽什麼約 什麼價格你怎麼簽 沒有辦法嘛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短約的市場 才能夠讓它有經濟的調度行為 要不然的話 為什麼全世界的國家 不就搞一個電力市場 single market就可以了 電力做不到 你要自由化 一定是要有這些的市場 從實時調度開始往前推到 前面15年 35年都可以 你去簽這些合約市場 你雙邊的多邊的 但是不能少這些綠色部分的 期貨市場 還有短期的現貨市場 以及安全可靠的輔助服務市場 包括電壓跟頻率 同樣的 我們國家第一階段 綠電也是一樣 你不成立市場 我請問你綠電你簽了約以後 萬一風不來 太陽光碰到日時什麼的 你沒辦法發電 你違約怎麼辦 你違約怎麼辦 你去哪邊找 你要重新去敲門啊 太累了 你有一個市場就可以讓你 規避這些風險 管理這些風險嗎 你萬一違約的話 這些 這些再生內源的 風機機組的廠商 他可以去電力市場買 買來再賣給你 來迷平他的合約嘛 就不會違約 好 看下一個 好 我這邊 還有其他的 就是大家談到的 我是覺得有個缺失 就是我們一般講電業自由化嘛 你就是受電業跟發電業 兩端全部自由化放鬆 中間管制就是輸配電業 那你今天搞了一個綠電 因為它有顏色是綠的 所以你給它一個特權 叫做綠能受電業 不要這樣做 它就是一個受電業 你就叫它是受電業 只不過現在我們第一階段 只允許它賣綠電 那樣就可以了 你不要給它灌一個名詞 叫綠電受電業 同樣的不要給一個 什麼受電業 灌一個公用受電業 這是非常糟糕的一個名詞 我們大家試問自己 IPP9家 當初給它灌了一個什麼名詞 准公用發電業 到現在偉大不掉 影響我們電業自由化的進程 你怎麼處理這9家APP的電業 是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管制機關要絞尽脑子 去想怎麼接管它的 這些PPA合約 所以我們不要再創造 另外一個可以自由競爭的受電業 你又給它一個公用受電業 你應該叫它是受管制 第一階段受管制下的受電業 不要叫它什麼公用 公用受電業 它沒有什麼公用性質 它就是一般的受電業 有什麼差別 不要給它這個很奇怪的名詞 那控股公司也是一樣 剛才也談到了 先進談到了 一定要切 切得徹底 切得乾淨 不要什麼球員兼裁判 蘇貝電業 又來監營這個 所謂公用受電業 很可怕的一個現象 你又回去了 自發性組織又回去了 百株子從死而不僵 很糟糕了 那那個排碳系數 排碳系數我是認為 應該管制誰 不是管制受電業 排碳系數管制發電業 因為你發電業 不同燃料 有不同的外部性 你今天燃煤電廠 排那麼多東西出來 你難道不要管制嗎 當然是排碳系數 那排碳系數 要等溫檢法 不知道等到它什麼時候 它才會建立一個 碳全市場在30秒 成立一個碳全市場的 價格出來 我沒有價格 你這邊不規範 燃煤就拼命的燒生煤 很痛苦 所以要有碳全市場 這個碳全市場 權宜的可以有日出 日落條款 當溫檢法 它碳全市場成立出來以後 有個碳價的時候 我這邊自動就沒有了 要不然現在先成立 先成立以後 叫這些燃煤電廠 他去買低碳的 這些電力 叫他去買低碳的電力 包括所有再生電源 甚至如果核電還在的話 也可以 那另外備用容量 限制售電業 或者是輸電公司 你用市場的方式 記得用市場的方式 不要用單一買方 或賣方的方式 你市場的方式 才能夠讓所有的 有那個能力 去提供備用容量的業者 它有需求面的資源 有供給車的資源 有電網車的資源 大家競標競比 不是台電現在的 我所有供給車 我都run out 我自家電廠都用完了 我最後才說 還差五個MW 大家來需量競標 那公平嗎 大家想公平嗎 我這五個MW的需量競標 難道比你那個老舊的發電廠 還來的便宜或貴嗎 所以要建立容量市場 由那個輸電業來管理 來管理 才會有整合資源規劃的忠效了 好 謝謝 對不起 好 謝謝黃教授 我們接下來請蘇孔志蘇處長 主席 次長 還有我們各位先進 那很感謝給了第二次 發言的機會 那當然主要是針對說 剛剛沒有講完的部分 可能再跟各位再做個說明 上一頁 上一頁 好 那其實這樣剛剛 包括說我們各個那個 先進其實大家也有提到 我們認為說其實如果說在再生能源的推動上面 當然電一法的修訂 當然是有它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它可以確保整個再生能源的一個發展 但是如果說就我們在實際上面執行層面 我們所遇到的問題 我們認為說 除了電一法的修訂以後 修訂之外 其實我們在整個相關跟再生能源有關的 相關的一個法令 特別是在跟內政部營建署有關的這部分 其實也應該要一併的來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討 因為如果唯有這樣子 也才能夠避免電一法修改之後 如果說很多的那個民間業者投入相關的一個 再生能源的一個投資的話 也比較不會在類似像之前 有那種農業容許使用設施 最後反倒被那個農委會這邊打槍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因為在這次電一法的一個修正案裡面 其實很多的部分都 都用另定之 包括說一些執行的一個系者 特別是有關電業管制機關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說就地方政府來講的話 我們期待說未來在整個執行的系者的部分的話 應該要定得更明確 因為其實在再生能源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 每當我們提到說地方政府很無力的時候 那其實很多的業者都會跑過來跟我們講說 沒有你們地方政府非常的重要 未來的角色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這樣的一個重要性 有些時候也要去考量到說 地方政府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以及它的一個現有的一個組織編制 那如果說在現有的人力跟組織編制 沒辦法獲得有效的解決的部分 至少在整個執行的內容的部分 應該要更為明確 以讓地方政府在執行的時候有一個依據可循 那另外就是說第三點就是有關那個災害的一個防護的一個機制 因為如果說從這幾年的一個颱風的一個強度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整個風災的一個狀況是越來越強 特別是如果說我們未來再生能源的發展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南部的一個縣市的話 往往在這風災的部分中南部的縣市 其實也是受災最為嚴重的部分 那當然在很多太陽能業者他會跟 他每次風災之後都會講說 我的那個耐風 耐那個颱風的極速 太陽能板都沒有太大問題 但是但是太陽 再生能源業者也許他的那個 他的整個太陽能板沒有問題 但是有些時候我們都會發現說 台電在整個那個電線的部分 電纜的部分有些時候就會受到風災的一個損壞 那當損壞的時候 那如何的能夠就一個比較整體面 而不會出現像剛剛所講的電力調度 或電力維修的部分 他只側重在可能他自己台電本身的那個用戶 比較忽略掉那個綠電的這樣的一個用戶 這也是未來在這個部分 可能會比較需要我們電力主管機關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們認為說有關災害的一個防護機制 應該要明定整個因應的一個機制 而不要讓最後購買綠電的這一些的企業用戶 他會認為說我與其我買綠電 那我還不如買原來的一個電 在至少在整個那個後續的一個復電的情況之下 比較能夠獲得保障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就稱之如剛剛所講的 就是有關人力的部分還有資源的部分的話 在至少就目前初期來講 希望能夠中央能夠給予地方政府協助 那另外的話就是有關電液管制機關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我們發現說這個電液法裡面 有非常多的一個範圍都是跟電液管制機關的權限有關 那這個電液管制機關那可是第一線執行的 又是地方政府 第一線執行地方政府 所以我們其實是否可以建議 就是有關電液管制機關是採取分區或分處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設立 或者是因應目前的整個再生能源的一個發展 以中南部縣市為主 所以這樣的一個電液管制機關 它所在地是不是可以遠離 可不可以不要在台北市 可不可以到中南部的這樣的一個縣市 這樣子比較能夠究竟了解說 實際上面再生能源在該縣市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一點 也是我們針對所謂的一個目前的一個電液法 它主要是配電液 在整個輸配電液部分 還是維繫油原奶油台電的這樣的一個負責 但是如果說考量到說整個電網的一個公共性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說一樣從公共性這邊來做思考的話 是不是如果說地方政府有意願來處理這個區塊的話 是不是可以由地方政府也能夠在整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能夠給予地方政府這樣的一個經營的這樣的一個權限 那因為畢竟 因為其實在整個電網 或者說所謂的變電所或電纜的這樣的一個架設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只要有遇到問題 都會希望說地方政府能夠來扮演的一個居中協調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但是這樣的一個居中協調 有些時候我們會往往會問 問說那我們這樣協調 我們允許電纜上岸 或者是說允許這樣的一個便電所 那個深壓站這樣子建設 到底對我們地方政府的民眾 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實質的好處 那或許也只能講說 就是它可能是一個國家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都知道說最近這一陣子 楊次長真的也非常辛苦 他為了口湖電纜的一個上岸部分的話 基本上也跑了雲林線非常多次 那口湖電纜之所以到目前為止 一直其實都沒有辦法上岸 其實過程當中的因素大概主要是 台電或者它的承包廠商 跟在地的民眾其實溝通 有出現的一個問題 而且這樣的一個問題 讓彼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遠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針對上岸之後 到底上岸所發電的一個收入 對於我們在地的一個縣市政府來講 我們又能夠從中 能夠獲得怎樣的一個收益 那如果說假使說 我們這樣一個配電的部分的話 能夠由地方政府這邊來負責的話 那也許我們未來就可以思考 是不是跟澎湖縣政府 一起成立一家電業公司 以上謝謝 好 謝謝處長 我們繼續請劉志堅副會長發言 那麼再上一張 上一張 好 謝謝 沒有沒有 夾構圖 再上一張 那麼再往下第四張 第四張 抱歉 謝謝 因為代表環團版的這一個內容做說明 所以這裡顯示的一個我們環團版電業法修正的架構圖 當然希望是清爽的 那其實現在我們這些資料都在我們環保聯盟網頁 也會很快進到燕裡 我就不再做詳細說明 我就不再做詳細說明 我們包括在發電鏈的審核 包括在塑電端的一些剛剛講 一些再生鏈配比或是排碳 那基本上還是把書店業當一個很完整的國家 國營的一個機構 一個公司 提供所有系統的服務 那這裡邊當然包括調配 代書 還有建立電力交易平台 當然權責或是執行或是還可以再討論 第二點 今天很多先進提了很多意見 我們也覺得很受教 那看起來在制度跟食物面 其實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或考量 可能執行面上是保守或是保留的程度多或少 比較完全的開放 或是保留到非常完整 現在的這個行政院版的這種程度 那我做點小說明 事實上在監管電業來講 現在的公平交易委員會 其實就是一個監管機構 現在的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 就是一個監管電信業 還有有限無限等等 現在的股市的證交委員會 就是一個監管機構 它難道重要性或是它的功能運作 還不是非常重要嗎 但事實上他們都是現成的例子 第二個小點是 像我佩服或同意 剛剛營營縣建設局書局長很多的提議 那事實上現在在一些再生能源也好 或是更多的可能提供電能的 在輸配電線上 應該說配電這個程度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澎湖那麼好的電廠 一個海底電廠要進到台灣 也是噴到很多困難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不只是 所謂土地徵收補償 我想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好的法 好的架構跟政策的支持 這個都是實務的問題 那我會覺得很多再生能源 實際從事的這些業者 他們也提供很多的很好的意見 盡可能能夠來提供到立法的時候來考量 那在所謂的保守跟更自由的開放之間 其實很多人很過濾 那我在提醒說 事實上我們現在的電力資源 即使是要開放或是更自由一些 也還是在政府的掌握之中 一個是電力業是政府這樣慢慢釋出來的 那還有所有的資源都在政府 還有最後你的合結監管的權利 那我們至少還有好幾年 兩年 三年 甚至一個過渡的階段 那第三點呢 我剛剛先進有提到說 贊同修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我想可以平行來進行 可以平行來進行 並行而不備 事實上那裡邊的一些問題 大概都被提出來 也有一些法案 一些團體正在調修討論 那麼包括能源稅法 以前也被提過 甚至探稅的徵收 那麼即使沒有很快進入真的像能源稅法 那麼可能也可以做一種比較過度的 這個辦法 把這個外入成本 或是所謂的碳的這個量能 這個強度 放到一個基金或是某種的這個電價裡邊 來 那這是我們認為電力法修正案 可以其他的並行或配合的 那最後呢 是覺得電力開放 讲自由化有时候会大家觉得 全部被财团软断 民众的电价上涨 我们当然可以说建立一个 自由的竞争的市场 而且再被监管 这个制度如果建立 我想我们从节约 再生能源的发展 可以节约几千亿的 能源的费用 我们在电力的 比如说我们一年可以花 500亿度的电等等 都是一个 都是几千万的产值 最后是蛮同意 像许志毅教授所提的 已经进到一个 电力科技资讯的商业模式的时代 我们不能再犹豫跟落后 不应该再犹豫跟落后 那各样的细则办法 其实还有很多阶段 应该可以大家在参与 一起来讨论 确保这个制度的成功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刘副会长 继续我们请黄世修创办员发言 下面请能源局局长准备 各位好 前阵子那个美国总统大选 然后川普跟下来的选举 那我注意到其实 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 他们在那次的总统大选 有些媒体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们把候选人讲的每一句话 都做factor check 就是检查它是不是事实 那我刚才听了一些先进的报告 所以我也来做一下factor check 那刚才有徐光荣教授提到 发电效率的问题 那我帮忙 我相信能源局官员们一定很清楚 不过我还是帮忙解释一下 徐光荣教授讲的其实是对的 就是说台电的有些机组 火力机组的效率 的确低于民营的机组 这是对的 但是呢 那是因为它是用旧的火力机组 跟民营的新的机组来比 那事实上台电在这几年 比如说在林口电厂 他们有更新超超灵界燃煤机组 那他们更新了这个超超灵界的 这个新机组 其实它的效率就已经比民营的电厂高了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你说台电是不是故意不换效率高的机组 其实就好像说 今天你 你去年买一台全新的电冰箱 那它的节能效率可能是多少多少 可能是比如说它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90% 结果今年某一家厂牌出了一个最新款的电冰箱 它的节能效率是91% 哇 那你是不是就要把去年的那个冰箱直接丢掉 赶快买一台新的 不会嘛 对不对 那电厂机组也是同样的道理 你不能说 因为台电有一些旧的机组 但是它还没有到使用年限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用到完之后 再更新成新的机组 所以你拿一个旧机组去更新的机组比 然后说台电的机组效率不好 这个是不太对的 那另外一个有趣的观点是说 刚刚徐总统教授有提到说 台电那些旧机组的效率比较不好 所以它的燃煤可能多花了10%的燃料 这或许也是事实 我没有细查 可是这个纯粹一个逻辑问题 台电的燃煤机组效率比较差 多花了10%的燃料 可是台电的电价仍然比民营电厂便宜 为什么 台电跟民营电厂唯一的差别在哪里 因为既然是燃煤电厂 我燃煤跟燃煤比 你说台电的燃煤电厂效率比较差 所以我燃煤输你了嘛 那台电在哪个地方可以赢回来 核能电厂啊 所以徐光荣教授其实他就证明了 其实核能电厂有稳定低廉电价的功用 所以我们要感谢徐光荣教授肯定核电厂的贡献 再来 徐光荣教授刚刚有提到这个 这个税修 税修的部分 税修的部分 那他提过他的那个图 其实就是前阵子那个 好明依先生跟方简先生的 开放台电的调查 他在结案报告的时候 我也有去 然后我就当场提报他 为什么 因为各位 对不起 各位说我可以回去看重播 徐光荣教授秀的有一张图 说他说整年都都都都都在税修 可是各位注意看 徐光荣秀的那张图 6到9月是空的 没有在税修的 所以徐光荣就他自己就已经证明了 台电在夏季用电期间 是没有排税修的 对啊 那当然前阵子好明依跟方简他们说 啊不对啊 你5月31号怎么可以排税修 5月还不是用电高峰啊 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个 这个民间的压力之下 所以咱们李世光部长说 好那么我们以后5月也不要排税修 但是当时李世光部长讲一句很有趣的话 这里我就要帮阿光讲话了 阿光那时候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5月31号当天税修导致被转容量 反扫将近10%这件事情 咱们阿光说不足为奇 为什么呢 因为阿光是学理工的 理工人的数字概念比较好 你想想看 6 7 8 9 4个月不能税修 每年就只剩8个月可以税修 8个月可以税修 100%除以8个月12.5% 代表说你平均剩下的8个月 每个月可能平均都有12.5%的级组在税修 那被用容量短少将近10% 有什么了不起 所以阿光那时候就说 10%哪有奇怪 还算少耶 这个也一点不奇怪 对 那刚刚徐光王教授又提到说 台电不是有列预算书啊 都列了很多 原本就要排税修啊 就后来为什么都没有修 你们台电都没有尽到你们自己责任 搞什么东西 对阿 台电为什么没有尽到责任 因为 这两三年我们缺电吹得很凶 台电因为这样子延后了一些机组的税修 这也是之前新闻都有报导的 也就是说台电其实是被逼着不能够税修机组 然后现在你也要闲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台电应该怎么办 但刚才徐光王就还讲到强化自己率 然后提的例子是夏威夷 我刚开始一开始弄到 就是他说什么 夏威夷2045年要100%绿电 所以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夏威夷它其实是93%的都是靠进口的燃油机组 所以你今天跟我说夏威夷有100%绿电 那是一个愿景 那是一个愿景 法律也是个愿景 法律不一定是由科学订出来的 好 那徐光王教授又提到沙务地阿拉伯 2030年不靠油 对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 沙务地阿拉伯像韩国进口核电厂 真的 韩国进口核电厂 那顺便再告诉各位 日本在2030年 这是能源资源厅公布的数据 日本在2030年的规划 是风力加太阳能只占8.7%的发电量 这是日本是独立电网 而日本的工业实力远高于台湾 但是呢我们是2025年的 再生能源发电量交到20% 装置容量可能要到40% 50% 超音感美 大跃进 对 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在进行这种公共讨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先根据事实 我们的公共讨论才会有所谓的品质可言 谢谢 好 等一下 我们按照程序来 我们接下来会先请能源局 王局长为 林局长为我们发言回应 之后呢 现在第三轮就是由我们的红院长还有徐教授两位 希望再有机会来说话 那因为我们第三轮 第三轮要严格 严格的执行时间 就不要再超过五分钟 这样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请林局长 主席各位专家 非常感谢主席让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做回应 那也感谢各位与会的专家所提 有关我们这一次电话修法的指教 那我想有很多的这个内涵 刚刚主席也很清楚的陈述 我们在未来修法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来做文字上的讨论 那我这边针对几个大方向来做一个回应 那我刚刚从早上到现在听到 有很多的专家提到说 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次的电液法修法 提到所谓的绿能先行 只要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就好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能只看到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所喊的内容 我们认为要让国内的再生能源的发展 其实电液法跟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缺一不可 两个必须同步进行 为什么呢 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 第一条开中民意讲的是 再生能源的推广利用 它里面很多的条文都在 怎么去让再生能源得到很多的 政府的incentive去让它有快速的推广 但是我们的电液法涉及到是 电液的一个发展跟电力市场的运作 这必须是一个很重要的 电力市场运作的基本法 这两个必须要同步进行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发展底下 才有机会让我们的再生能源 能够发展得更好 我想这个部分要在这边表达说明了 那第二个是大家都提到说 过去IPV在民国83年的时候 透过经济部的专签 有开放这个发电业 那事实上 虽然在84年有要做相关的一个发电业的开放 但是因为没有通过 那这样子应该去检视83年是不是违法 我想这并不是违法或不违法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在83年所开放的部分是针对发电业 那我们这一次所看到的 这一次的那个电业法修 它不是只涉及到发电业的开放而已 还包括我们的一个受电业的开放 还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再生能源发电业者 他可以职工或代数 这些事实上都不是在这个过去83年的那个IPV的那个开放的 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必须要从法规的完备里面来做 不应该再只靠专签的方式来进行 我想这是一个未来我们在进行长期的运作 永续运作应该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个部分因为刚刚有专家提到说 过去看到很多国外的案例 像加州PGM1面临到机物破产 或者加州大停电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很详细的研究这样的案例 当时会发生这种状况 其实有两大很重要的因素 是要求PGM150%的这个发电业要卖出去 事实上我们这次的电业法修法 是让台电本身还掌握一定的这个发电的容量 让它能够稳固的一个坚定我们的一个电力的稳定 刚刚有很多专家提到说电力的稳固非常重要 那另外它会发生这个几乎破产的部分是 它没有做到50%的发电业的出售 不让它的电价能够调账 因为这样的限制让PGM1几乎差点破产 我想这个部分在我们这次的电业法修法里面 是完全避免避开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第四个要提到的部分就是 大家很关心电业管制机关的角色 我想电业管制机关的角色事实上 它要在一层二层或三层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好好通过来调论 你不要一直在讲捍卫你的意见 而是你今天听到了什么不同意见 你会纳入考量好不好 好我等一下会来说明 好那我要陈述是说 我们的这个版本的这个电业法修法 事实上把电业管制机关 它的职责是在电力市场的行政座位的建立 那涉及到求人间裁判 可能会涉及到裁判的事情 是由经济部的三个审议会来进行 包括我们的电价审议会 或我们的电力的一个正义调除审议会 或者是那个电力可靠度审议会 来监护这样的一个裁判的工作 那我要来说明说 事实上各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多的观点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个 为什么要让再生能源 有这样的一个备用容量 我觉得我们当时的思考 是要让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个受电 直接卖电给用户的部分 反正是要卖电给用户的部分 都是要监护一个稳定电力供应的角色 所有这个备用容量设计 但是我们觉得当我们的再生能源 还没有带荡起来的时候 这可以思考 要不要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建户 我想这个在条文里面 可以好好的来做思考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这个辅助服务上 或者是在那个这个电网的建设上 我们是不是要让再生能源的一个发展 有一定的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机制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条文里面 可以来做适当的一个修正 我想我大概做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最后因为有两位学者专家 还是希望能够再度发言 所以我征求大家的同意 因为大家共同在这里等第三轮 好不好 我们就给两位学者专家各五分钟 第三轮的发言 好吗 好谢谢 那我们请洪院长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的谅解 我只有两点 第一个 有关电影管制机关 它的位阶 我认为它必须要维持独立性 那未来要维持独立性 所以它位阶不能太低 所以我建议是应该放在行政院底下 这样的一个位阶 那么电架审议委员会 这个刚刚高教授也提到过了 这个不必了 因为这个管制机关 它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所以不必重复了 重复了 OK 那这样子一个管制机构 它能够有在位阶那么高 那么它所决定的最后的电架 最后的电架 它是它独立所做的 所以它是有它的独立性 那么所以呢 这会避免 一般社会民众 又一常在complain说 这个求援兼裁判 我们就不是在 在零元 在经济部下面所做的 电架的决定 而是独立机构所 做的一个电架的决定 那么这个 今天的那个 工天会的讨论提供里面 有一题 有讨论到说 那能源局 有了电架管制机构以后呢 那么能源局的位阶 定位是怎么样子 那事实上 我就引用米Soda的例子 它也有一个能源局 类似的 那事实上呢 它所做的那些功能呢 跟目前我们的能源局所做 其实相当的接近 唯一的一条就是说 那么能源局呢 将来会 能够 能够在 这个 电价 电价 这个案子 的时候呢 能源局能够替代 一般社会大众的利益 去争取 社会大众的利益 因为呢 不同的利益团体 它会占在它本身的立场 去比如说工会 商会啊 或者什么 它有它自己的立场 但是呢 社会大众的利益呢 还是需要有一个 一个机构 就是能源局 来替大家争取 全社会的利益 好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洪教授 接下来请徐光荣教授 谢谢主席 我想我们今天来谈的是 电业法 到底这个法设的怎么样 居然变成对我的人身攻击 那所以呢 我觉得我不得不 因为我其实对这件 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的无聊 但是呢 我觉得 我不来讲话 有人声音好像 他就更 好像理直气壮 第一个就是 我们民营电厂的店 是不是比台电要来的贵 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们谁 去买了民营电厂的店 现在有谁是直接 跟民营电厂买店呢 可是我们可以查到 我们台电公司 跟民营电厂 台电公司过去 除了最近几年 一直是亏损之外呢 在它亏损连连的时候 民营的火力燃煤电厂 它的利润是税后盈余 可以到24到26% 所以到底是谁在赚钱 为什么有人亏了半天 那到底是我们买贵了吗 台电就跟人家买贵了吗 所以我不知道 为什么民营电厂的店 是比较贵的 我不懂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那核电有没有比较便宜 我们台电号称 我们核电是一度不到一块钱 可是我们知道 美国最近关了几个核能电厂 它不是因为意外 是说它的电卖不出去 那它的电卖出去 至少要台币一块五 一块六以上 没有人要跟它买 所以我们台电的这个钱是有问题的 它是会计的账 所以我也认为我们台电公司 一定要把它厂网分离 这样子的话 它每一个发电的成本 才更清楚更透明 那法国呢 在2011之后呢 要求它的主计局 重新去算核电的成本 运转中的核电成本 一度是两块八台币 然后新的核能电厂是四块一台币了 另外呢 我们就说刚刚提到的台电的维修问题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例子来讲 假如我是开一家货运公司 过年的时候的 这个营业是非常的旺盛 所以我一百台的这个车 我会不会平常都在修二十台 我绝对不会 我一定把所有的车都在淡季的时候做维修 我在旺季的时候这一百台都可以用 我最多会多买一两台 万一这一百台 有一两台出事情 所以呢 我们只有国营的公司不计成本 所以它呢 一定要买到一百二十台 一百四十台 这个时候呢 尖锋的时候 它才有一百台可以去用 才勉强可以用 这就是我们台电的经营的方式 那维修到底一年可以维修多少 我们有做整理 所以我们维修的能力呢 大概一年 假如我们真的要除掉夏天尖锋的话 大概只有七个Gigawa左右 所以实在是维修的能力有限 我们宁愿花一个五百亿的钱 去多买一个机组 而不愿意多花几亿 多雇一些人 扩大我们的维修的成本 那这样子的公司 还有人不知道为什么 天天要去帮他们护航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好好来讨论 真正的这些数字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想基本上 我想做的简单的回应是这样 谢谢 好谢谢 OK吗 好 OK 最后好吗 好最后 最后 好那感谢徐光荣教授回应 但是他刚才提到美国有些老旧的核电厂 电卖不出去 那是因为的确有少数的老旧核电厂 他因为强化安全设备的成本不划算 所以他就决定直接退役 但是美国其实总共有100座反应炉 目前已经 我如果没有记错 已经将近有80座都获得研溢10年到20年 那我不知道徐光荣教授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 美国核电厂是绝大部分都研溢的 那徐光荣教授刚才有提到这个法国的核电成本 法国的旧的核电的成本 一度电口他说是什么 2块8 新的核电成本4块多 但是当然 法国的天然气成本呢 法国的风电跟绿电成本呢 其实 你如果把同样的物价水准拿来看 你会发现法国的绿电跟天然气的 都还是比核电贵 你要嘛就拿当地的物价来看 比如说像日本 日本他们也是一样 同样去年能源资源厅公布那份资料 即便加入福岛核灾的核灾损失成本 核电成本仍然是所有能源中最低的之一 那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刚漏讲了 就是说刚刚徐光荣教授有讲到那个 国际再生能源联盟的那个 太阳能光电价码一直在下滑 我还真的google了一下 但是我发现那个徐光荣教授可能看不懂英文 那个价格下滑是设备供应商的价格 不是电力营运商的价格 太阳能板的制造成本降低 可是租那个土地的成本不降 受电价格其实不会便宜的 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来说 太阳能价格的主要问题 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个太阳能板的制造的问题 是土地成本跟溃限容量的问题 安置太阳能的土地 可能比太阳能板本身还要值钱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告诉我们 我们通常讨论了很多这种再生能源的东西 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再生能源是一个强烈的因地制宜的一种能源类型 那还有徐光荣教授说 那台电为什么不多花一点 多花一点钱请一大堆人去修电厂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在管理学上 有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叫做人月神话 就是说你多请一百个人 多请两百个人 你的工作时程还是不会变得比较快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管理学常识 我补充到这里谢谢 好谢谢 这样好了 那个徐教授 好 最后一分钟 好 谢谢 美国关掉的因为电卖不出去 关掉的核能电厂 一个是Milwaukee的Kewani 它的license呢 已经延了二十年 这个延跟你价格是两回事 另外一个关厂的是Vermont Yankee 也是卖不出去 跟我们的核一厂是一模一样的样子 所以我曾经问过台电 假如你的成本真的是你讲的那样子 可以去把美国的核电厂买下来 还可以再乱个十几年 包准你大赚 那请台电公司去做 假如它的成本真的是这样 那另外呢 而且这两个公司 这两个电厂都非常的老旧 所以它新建的成本 已经都 都已经 这个 汰换掉了 那 法国算核电的成本呢 是算 用四十年的军化成本 所以算的也不一样 但是即使是老旧的电厂 它的成本也绝对不是台电讲的 好 那个 本席 等一下 我不接受人身攻击 你刚刚有用人身攻击 我引用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红森岸先生 他们出版了一份报告 叫做 核市真实成本 核市场如何烧掉你的荷包 那一份报告 它曾经估算了 核市场如果新建 包括2838亿 加上追加成本 加上营运四十年的燃料成本 人事成本 燃料棒成本 甚至包括核电厂厨艺跟核废料厨艺 的成本总共是一兆两千多亿 除上四十年的发电量 核市场的一度电成本 只要1.7块钱 这个是反核团体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算出来的数据 只可能高估 不可能低估 所以我就真的不知道 连反核团体都承认 核市场算出来成本 还真的就是一块钱两块钱的事情 那我真的不知道 徐光荣教授宣称核电很便宜 或是还蒙宣称 核电有很多隐藏的成本 请问隐藏的成本到底在哪里 谢谢 好谢谢 我们第三轮就您刚刚第三轮已经发言完毕了 所以实在很抱歉没有开放好 那因为他们两位是当事人 来谢谢 我们我在办公室开趴 欢迎两位来喝咖啡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工厅会有这么多的学者专家来这里提供宝贵的意见 那么今天因为我们立法院没有立法委员来这里发言 那本席 本席呢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 来我办公室喝咖啡好了 好不好 本来本席要讲一下我们这一部电业法 其实很有趣 为什么要修电业法不是只有电业自由化的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电业法多么的没有现代化 我说几个我们电业法现代化的一个急迫性的 要去修法的部分 我们这个电业法民国36年制定以后 54年有一次大修 但是除了这两次大修 其他的全部都是非常局部的小修 所以我们的电业法老卖不堪 54年修订后迄今未修正者总共有100条 占119条的84% 换句话说这部电业法有84%高达100条的条文 今年已经51岁了 51年没修过 那这些条文里面有几个很有趣的 第一个 他几乎停留在民国30年代时候的所得水准来立法则 我们的106条到113条 这所有的罚则的罚款是从100块罚到500块 譬如说106条 窃电罚多少 窃电罚5年以下货500元 那当然会罚500元对不对 所以台电每年去抓窃电 每年会抓到5亿3000多万 窃电为什么这么猖獗 窃电呢只罚500块 那500块还算多了 为什么 因为107条才罚300块 那107条是什么呢 是电业者在法律规定以外的费用去跟人民索费 这很严重 随便跟消费者索求收费 还有呢增加增加电费 没有经过主管机关核定去征收电费 甚至于因为违反工程安全置身灾害 违反工程安全置身灾害 罚多少 罚300元 罚300元 那电业费责人 为一规定申请营业证照等等等等也罚200元 电匠没有执照 没有图说 去安装电线 去安装电路 罚多少 罚100元 还有罚100元的 这个是我们的电业法 今天没有任何人谈到 他是停留在民国30年的所得水准 在制定罚者 在处理罚款 那另外 他没有现代化的程度 是荒谬到什么程度呢 第64条 第73条 第106条 上面 他使用的单位还用马力计算 还用马力 几马力 几马力 所以这个电业法 更不用说 他在侵犯人民的财产权 侵犯人民财产 私有财产权的部分 这是从51条到56条 他还停留在戒严时期 可以任意侵犯人民财产的一个制度设计 所以 已经有84%的条文 是51岁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今天 大家没有谈到的 除了电力自由化 电业自由化以外 整个电业法的现代化 整个电业法的现代化 是修电业法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在这里 因为今天都没有立法委员发言 我就代替代表我们立法院的同仁做了一下这样的一个补充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座有这么多学者专家提供了正面跟反面的各种非常宝贵的修法的意见 那我们会提供给我们委员会在审议时候的参考 那事实上今天我们很多委员会的同仁也都在办公室里面借由我们的电子系统看到了大家的发言 非常感谢大家的出席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宫廷会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 拍摄 謝謝 我知道這個很落後啦 但是照你的修法我就修法 謝謝 謝謝